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区今表示 6日出现今年首起登革日 境外移入病例 确诊个案为17岁男性高中生 上月25日跟随学校出国至菲律宾 3日回国身体不适 随后确诊未阳性 目前还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环保局也已与其行经路径 执行喷洒药剂作业 此外 同团中 两名鬼属北市的掌控对象 有一人已排除感染 还有一人尚待追踪 卫生局及病管制科长陈绍青表示 确诊的17岁男性高中生 上月25日跟随学校出团飞往菲律宾做志工服务 2月3日回国当天 出现发烧不适 于机场入境接受筛检 快筛结果未阴静 不过经抽血检验 5日确诊阳性 陈绍青说 确诊个案仍在医院接受隔离 待医生评估后才会出院 陈也提到 该名高中生同团出国纪13人 目前12人回国 其中有4人也出现发烧 骨头酸痛等不适症状 台北市及新北市分别各掌握两人 北市部分 两人已有一位排除感染 另一位还带追踪 以提醒一次个案尽量不要到处行动 若外出也需采取防纹措施 陈绍青说 同团出国者皆表示于菲律宾住宿期间 都曾遭蚊子叮咬 据统计显示 近两年北市登革热疫情 去年67例均为境外移入病例 前年季65例 境外即占61例 提醒民众赴东南亚等登革 热高风险地区务必加强防纹措施 平时也要维持社区环境清洁工作 环保局水质并美管制科长伍岳荣表示 接获卫生区通报后 环保局已于确诊个案居住地中山区 就医地松山区 按规定于其行经路径范围内喷洒药剂 吴岳荣也提醒 杜绝并美蚊虫滋生 定期清洁社区环境不可少 包括清除积水容器 将容器倒过来放置 避免住家外堆置杂物 检查地下室污水池及化粪池 并加装沙网或出入时 并免长时间门户大开 此外清洁环境时 最好先喷房文艺 且这掌秀成库 已降低被蚊子叮咬的几率